地球上每年被蚊子杀死的人类 比狮子、老虎、鲨鱼杀死的 加起来还要多得多得多 而本来进入话题 7种植物让蚊子远离你 香茅 作为一种驱蚊特性得到广泛证实的精油 香茅油因为好蚊的柠檬香气 正被全世界厂商当成香料食用 香茅油的香气能够有效掩盖 人体散发出的二氧化碳和乳酸 让蚊子难以找到你 雪松 雪松味道大概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香水香型之一 但出人意料的是 蚊子并不喜欢这种提取自松科植物的香气 因此释放后的雪松茎油 也能够用来让蚊子褪散 胡椒薄荷 把绿薄荷和水薄荷杂交 我们就得到了胡椒薄荷 从胡椒薄荷中提取的胡椒薄荷油 含有天然化学成分 肠叶薄荷酮 因此胡椒薄荷油也能够驱赶蚊子 鞍树 提取自鞍树叶和树枝中的鞍树油 散发出的气味类似于张脑和冰片 依靠这种强烈气味 鞍树油能够严重干扰蚊虫的感官系统 达到非常好的防蚊驱蚊效果 蚊蚁草 蚊正的蚊蚁草进油 含有高达25%的方张蚊 方张蚊是美国环保署 用于户外控蚊的十几种有效成分之一 它对蚊子的作用原理 跟传统的驱蚊剂DIT是一样的 猫薄荷 猫薄荷又叫金介 1941年人类首次通过蒸汽蒸馏法 从猫薄荷中提取出了金介内脂 作为空间驱蚊剂使用时 金介内脂的效果比DIT还要好 蚀尾草 根据产地和种类不同 蚀尾草精油大致可以分为五种 比如西班牙蚀尾草 希腊蚀尾草 犹太蚀尾草等 但不管是哪种蚀尾草精油 它们都神奇地含有前面提到过的 蚱蚝 鞍树油等驱蚊成分 小伴们 你如何看待蚊子这种生物呢 留言评论吧